大家好 我是大康 今天给大家讲一个历史故事 咱们说一位著名的古人 这位古人的大名叫田文 那田文是谁呢 想弄清楚田文是谁 咱们就得先说说田英 因为田英碰巧就是田文的父亲 大家都听说过田济赛马 所以都知道有个大将名字叫田济 也都耳闻过孙庞斗志 所以也都知道有个瘸子孙斌 就在上面这两位明星主角在主演唯唯旧照 先占信灵再占马灵的这些精彩大戏的时候 其实旁边还站着一个捧场的绿叶副将 这个配角就是田英 岁月辗转 英雄是各领风骚 田英后来做了齐国的宰相 田英历经了三代的君王 唯相数十年 可以称得上是威风八面 全清一时 说到田英 原本就妻妾成群 已经有了四十多个儿子 但这老田是人老心不老 他还有仙心和使魂丫头 又来了个一夜荒唐 结果他就又有了另外的一个儿子 而这个儿子就是咱们今天本文的主角 田文 田文是在五月初五出生的 田英文训以后特别过来 告诉那个已经准备好一步登天的使魂丫头 你呀 不能养活这个孩子 赶紧给我扔了 但当时不知所以伤心欲绝的使魂丫头没听话 还是偷偷的把这孩子给养活了 等这孩子长大一点 他的母亲鼓起勇气带着田文就来见他爸爸田英 田英一看见这个孩子就急了 愤怒的对他母亲说 我让你把这个孩子给扔了 你还竟敢把他给养活了 田文的母亲当时吓得是浑身哆嗦 不敢作答 这时身后闪出了六岁的小屁孩田文 只见他沉稳的走到了田英面前 恭敬的失礼下拜 田英错愕间 只听这个小田文 朗声问道 您不让养育五月初五生的孩子 请问是什么缘故呢 田英呢一愣 不觉回答道 都说五月初五出生的孩子长大到和门户一般高的时候 就会妨害父母的 田文 再拜 大声的问道 那请问 人的命运是由上天决定的呢 还是由门户 决定的呢 田英呢当时给问住了 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便选择 沉默不语 小田文此事是得理不让人 更大声的问道 如果是由上天决定的 你有何必忧虑呢 如果是由门户的高低决定的 那就只要加高门户 让人长不到这么高 不就行了吗 您身为一国宰相 怎么能凭此妄语 就来决定一个人的生死呢 对田英长这么大也没让人这么训过 当时红着脸是无言以对 当又过了几年 又发生了一次在官宦富豪之间 千古流传的一段对话 说有一天 田英呢在花园里散步 结果旁边 忽然又转出了这个小大人 田文 田文上前诗礼 恭恭敬敬的问他父亲 请问 儿子的儿子叫什么呢 田英呢也觉着这个孩子有点特殊 不同寻常 就想看看他到底有什么名堂 当时就回答道 叫孙子 田文接着又问 请问 孙子的孙子叫什么呢 田英答道叫玄孙 天文又问 那玄孙的孙子又叫什么呢 田英当时想了想 摇摇头 我不知道了 田文这时忽然正色说道 您执掌大权担任齐国的宰相 到现在已经历经三代君王了 可是齐国的国土没有一点增加 而您自己的家产 却积蓄了万斤的财富 国家在诸侯中 是一天天的失事 老百姓连粗布短衣都穿不上 连康菜都吃不饱 而您却是为了一个将来 连叫什么都不知道的东西 在这拼命的聚脸 财富 请您告诉我 这其中的道理 田英那是没招谁没惹谁 又让人给殉了一回 此时是张口结舌 呆立在当场 而那小田文此时 却转身而去 悠然 消失在了花丛中 等过了几天 田府上下突然被召集到了一块 田英出人意料的宣布 以后的家政就改由这位小田文来主持 当时大伙一听是一片惊恶 看着眼前这个以前几乎被抛弃的这么个私生子 现在却大模大样就成了一家之主 果然 这个家政在小田文的主持下是生育日龙 宾客往来不断 田文的名声也随之就传播到了各诸侯国中 各诸侯国纷纷派人前来结交 并请求田英立这个小田文为世子 田英那是笑着 依依也就都答应了 后来田英去世 田文便继承了田英的爵位 摇身一变 就成了历史上著名的 孟长军 孟长军 田文在史记中名列卷75 单读成传 司马公当年花了近6000字来写这位孟长军 传奇的一生 现代人呢要把它翻译成白话文 粗写也要上万字 细写的话那要 几万字 和史记中的其他人物相比 这无论如何也是一步大转 那是什么让这位司马老师对这个人是如此的 清新呢 在他文章最后啊对这位田英 有这么一段评语 司马迁讲 他曾经到当年孟长军的故里 徐州 还亲自体验过生活 结果发现 其俗履理 多暴虐子弟 和周围临近地方朴苏的民风是大不相同 司马公一打听 原来这些人的祖先就是在孟长军时期 才搬到这里来的 当时司马老师就感叹说 都说孟长军好结交天下的豪杰 是名不虚传 那这就完了 那这算什么呀 凭这个 这就算战国四公子之一吗 所以说看来 这老头他是在装糊涂 或者他是故意 有话不说 那好吧 既然呢他不说 我就替他说 孟长军传语后事 最著名的就是他那个门客三千 三是多的意思 也就是说他的门客可远不止三千 孟长军为了招待四方的朋友 不惜将家业是倾囊而出 正所谓是仗义输财 或者叫轻财仗义 因此天下的那些豪杰贤士 是无不倾心向往 一次发生了一件事 孟长军在招待门客吃饭的时候 应该是在一个大的食堂 大伙一块吃饭 结果有人无意中遮住了灯亮 有个门客 很恼火 认为这饭菜的质量肯定是不一样 一怒之下放下碗筷就要辞别而去 孟长军马上就站了起来过来就问您什么情况怎么回事 一听是因为这个 立刻就端着自己的饭菜来和他的相比 那个门客一看惭愧的是无地自容 当即是稳静自杀 来表示谢罪 孟长军如此倾家荡产的招揽门客 这可算是前无古人了 那他要这么多门客干什么呢 从他少年时的那个老恋深沉看 他绝不会花钱弄一大帮人到这来陪他姐妹聊天 他自有用意 咱们看看他的一般操作程序 每当有新人前来投奔的时候 孟长军都要和宾客坐着谈话 而有人在这时在屏风的后面 会对谈话的内容进行记录 谈话的内容呢包括这个人以往的经历 以及他的家属和他亲戚的住住 一般谈话的时间会持续的很长 完了还要吃饭 而就在这时 早有人飞奔前去 对这些情况进行核实 等宾客刚刚离开 孟长军就会派使者 到宾客的亲戚家中 去抚慰问候 并献上礼物 那所谓的这些门客都是些什么人呢 在孟长军从秦国糊口脱险的那个惊险故事中 人们都知道了有鸡鸣狗盗 这两个人 那么其他人呢 孟长军在经过赵国的时候 四公子中的另一位 就是赵国的平原军前来以贵宾相待 等平原军刚走 赵国的老百姓那一听孟长军的大名 那时候就流行追星 大伙是蜂拥上前 一睹风采 孟长军见状也连忙站到车上摆好pose向大家频频的挥手致意 但没想到老百姓见了孟长军本人都感到很失望 有人甚至当面的嘲笑说 原来还以为孟长军是个魁梧的大丈夫 现在一看 不过就是个瘦小的男人罢了 当时正在兴头上的孟长军听了以后是勃然大怒 只听他一声长笑 那些随行的门客中 在呼喝声中 争先翻身跳下车来 当场 砍杀了好几百人 捣毁了一个县城 这才 愤愤而去 到这儿有些社会常识的朋友我想应该都听明白了 从上述的这些迹象看 孟长军 实际上就是当时的黑社会老大 齐国的地面邪 当年管仲是逼梁为昌 成了青楼始祖 而这位孟长军 则开辟了历史上 大规模有组织黑社会的先河 孟长军能够在政治势力的整合中 另辟蹊径 这和他从小 身处社会最底层 每天都生活在恐惧当中 有关 这也使他成为了后来贵族中的一个另类 而另外的一个重要原因 那就是尽管他继承了他父亲的爵位 但他没有能够继承他父亲 而成为齐国的宰相 而通过整合江湖的势力 则称了他实现 这一目标的手段 江湖是没有国界的 孟长军拥有了前人从来就没有想象过的一股巨大的势力 于是他是名满天下 于是各国就都想来拉拢他 都想掌握这股势力 最终这个齐王终于是害怕了 在借秦国之首杀他不成后 黑哥孟长军 终于是做了齐国的宰相 达到了黑社会有史以来的第1个高峰 尽管说道义有道 但黑道和白道是不同的 黑道是极端利己的 之后围绕着田文的几次霸相副相 他这个江湖集团无所不用其极 把几个诸侯国都玩弄于股掌之间 甚至挑动别国来攻打自己的国家 最后 竟然为了报复国君 这位孟长军 他转身做了魏国的宰相 勾结燕秦赵等国 是一举攻破了自己的国家 从这以后江湖上像什么赛孟长小孟长之辈 其实基本上都是半明半暗 混迹于黑白两道人物的代表 而当年受到白道政府严重伤害的司马老头 对此心里他是一清二楚 但他却吞吞吐吐 几乎一言的微词 那这位司马老师他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历史故事 谢谢大家的收看 咱们下期节目 再见